巴基斯坦因中共病毒疫情 在3月开始进行封城 截至6月28号 确诊数据已经上达19.8万人 虽然疫情尚未趋缓 但人民待在家不出门 却也让捕猎问题迎刃而解 过季候鸟大量出没在湿地 安全的环境也让这群交客 停留比以往更长的时间 处立于水中的白蹄湖 湖中大型灌木丛旁 觅食的大白蹄湖 泥泥中快速奔走的可爱标语 巴基斯坦的湿地上出现大量 候鸟群令夜外摄影师大为惊喜 有些人在这冬天的海岸 还有一个例子 这年龙的鸟已经长了 可能是因为人们的危险 因为人们的离开 每年从西伯利亚到印度的中途 会有超过100万只候鸟 在巴基斯坦停留 其中蹄湖 绿头鸭 鹤河水鸟 更是当地的熟面孔 随着禁令让猎捕市场萎名之际 这些可爱活泼的鸟儿 反而获得一丝喘息的空间 能放松且愉悦地在此休憩 People are normally found saying that wildlife has taken a breath of relief during these lockdowns because I will speak from two contexts 如果是非法独立的货币 在外国市场萎名之中 有些独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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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 在市場资界市场萌典 这些独立的无数 没有住在这个 lockdown 之后 没有生存在 dares 省有33多个野生动植物保护区ats 一个国家公园 这里拥有300多种鸟类 非法狩猎一直是当地严重的问题 然而從三月封锁至今 当局尚未记录到任何与野生动植物有关的犯罪 婴儿也让人类有机会目睹这些美丽鸟儿的风采